今天我們來到台南口沒有附近的老巷中尋寶 目的地是一家隱密的小座包小褲 叫 台湯 這個產業對我剛講的台湯就是黑暗的產業 台灣很多年是會做的 只是說沒有這個是不會 他是盧虹 曾經是電影導演的他 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成長環境 決定從台北移去到台南 買下老房子重新裝修 在2011年與太太共同創立了來優 開始新的生活 第一年我們跟台東有作品輔入 他做的比較多寶寶 第二年我們就是跟台南農村的媽媽合作 他們都是從一些上市場追求的媽媽 就是我們把包包包包讓他們好心有工作 那今年我們就是會跟國際志工組織的工作 去柬埔寨 然後叫那邊的沛原村都會做包包這樣子 來優的包包除了全部都是台灣手工製造之外 還融入了在地的元素和文化創意 像是來優最知名的產品孔廟包 就是將孔廟的飛簷與馬背曲線融入設計 就是想要透過做包包的過程 能夠幫助一些人 不管是台灣還是國外 對啊 然後就希望也透過我們自己的設計 讓很多國外的人能夠看到台灣的一些設計語言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